佛光山国际书展名家讲座 由台湾当代乡土文学名作家 黄春明演说 以石罗汉的眼泪 从石罗汉日记 谈起分享自己 日日是好日的乐观精神 不仅体验出了在佛教当中 逆增上缘的精神 同时也感动台下的听众 期盼用自己的一生 改变他人的人生 大家也不必埋怀 我好辛苦 你就尽你的生命的力量 那就很美了 本次名家讲座 由台湾当代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 以主题石罗汉的眼泪 从石罗汉日记谈起 由国立中央大学中文戏教授 李瑞腾担任主持人 黄春明分享自己创作的 21幅雪墨文学漫画 也在石罗汉的眼中 看见人间百态 让他更乐观看待一些困难 那么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这些想法 也是最近年纪大了 每一天都可以在这样 一天一天地跨了一步一步 活下来 就体会到 其实我们人有生命的一个日子 日日都是好日 黄春明老师已经多年没有上台演讲 这次受邀佛馆名家讲座 讲座结束后 佛罗金人馆馆馆长如常法师 以及台下海内外信众 不仅感谢老师的人生分享 同时也在他身上看到佛光山开山主师 幸运大师的精神 也就是用生命去影响更多生命 师父用佛法 用人间佛教 能够让所有的海内外 能够接触到佛法的人 能够心生欢喜 黄老师用他的一支笔写出 看尽这人生的摆态 进而充满了感激 我觉得我听了这个讲座以后 我很感动 然后我也觉得说 是值得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的 一个对象 一个典范 黄秋明过去受到幸运大师肯定 也是第一位荣获佛王大学 荣誉文学博士的知名人物 虽然在九年前罹患癌症 但他依旧抱持着 每天都是好日子的精神 来开心面对每一天 也期盼透过这次名家讲座 回向自身的欢喜给更多人 人间卫视王上义高雄采访报道